现在请所有男生在蓝色卡片上 女生在粉色卡片上 匿名写下一个 你最想问的关于情感的问题 然后将卡片折叠 投入到对应颜色的盒子里 然后异性相互随即抽取 并且回答卡片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不一定是你会抽到的 对吗 你想问我 你可以直接问 解音问了 谁抽到了 我提前说对不起 谁先开始 要不男生先抽 行行行 那我开始了 在小屋里发生的最开心的一件事 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放烟花 其中有一个瞬间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有一个人他跟我说 他很后悔今天没有穿另一套衣服 就是觉得你 你觉得你创造的那个瞬间让他 有点可惜自己没有更好的状态 对 所以我很得意 对 这种最开心的事 这问题 呃什么 有点 怎么了 什么问题啊 在小屋有遇到心动的人吗 哈哈哈哈 好问题 好问题 有 可以 问得好 谁问 最开心的事跟这个答案就是一样 哦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 然后突然就 找到一个心动人 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个 就是为了那个人你的规则你的之前的什么规则和习惯都改变了 你觉得爱情能占你人生中百分之多少 目前 放在我的人生当中的话 我可能会 把它排在 就是第二位的位置 工作爱情生活 我还是会 把工作放在 我目前人生的地位 但是 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能上头的人 我现在回答和我 之后回答肯定不一样 你认为自己在感情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可能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情绪 我可能会选择默默的自己去消化 而不就是很坦诚很直接的提出来 跟班女去沟通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不好 我其实已经在逐渐的纠正自己的这个问题 下一个是吧 你相信一切都是安排好吗 啥意思啊 这命运吗 我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是在人为法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靠自己改变一些东西 加一个 你觉得 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两个人要有自己的追求 最好就是两个人可以互相支持 去达成一个目标或各自的目标 一加一大于二那种感觉 第二点就是双方的三观啊 或者是各种观念 最好就是趋同会减少一些矛盾 然后相处起来也比较舒服 对 跟一个人相处的舒服是能感觉出来的 如果说我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不用去猜 你会喜欢这个事情 然后我为了你去做这个事 而是充分的做自己 而不用去担心对方是不是喜欢或者讨厌这样 就不用那么小心 对不用那么小心 你认为原生家庭对你进入亲密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也还好 可能原生家庭会是一个模范吧 就是让你有一种对关系的刻板的印象 然后你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会带入这种印象 就是原生家庭我觉得对我带来了还是相对积极的影响和思考的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就比如说我家庭都是不爱开玩笑的 但我确实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 很严格 对我非常严格 但我觉得我自己对我上来的家庭或小孩肯定不会这样的 我是非常认同跟你理解 好下一个 怎么还有一个肯定 是谁啊 是我赢问的吗 赢问的 不是不是 不是 是和我相处的过程还自在吗 希望你开心舒服 怎么还有答案 我该如何回答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那不可以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就是可能 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同 然后我们之间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都不太一样 所以自在是自在 但是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种 但是你觉得这个顾虑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商量 可以解决的 但是我还没关系 OK OK 加油 尼尼 有矛盾时 希望怎么解决 我觉得沟通最重要 就是你要把100%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去跟对方去坦诚 然后你不同意他的想法 你可以选择尊重他 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你们也可以去互相沟通 然后讨论出一个你们双方觉得都舒适的一个范围 这样子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舒服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你的恋爱通常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深情 The first love from the first side or the man man 对 100%是第二个 日久深情 可能以前的时候 我还是看到你心怀上你 现在发现其实时间很重要 我跟你一个星期 我跟你两个星期 我跟你一个月 一年 我现在喜欢满满的方式 我想了解到你开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 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跟你旅游 我希望跟你一起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一起克服 时间有可能是浪费 但是我可以 slowly but surely 要接到你 是不是有点太dramatic 非常好 谢谢帮我翻译 说喜欢上别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难的 我跟绝大多数人相处 反正一个小时就吃一顿饭之后就会对那个人会有一个粗印象 而且这个印象是很难被改变的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但是要想达到第一眼所感觉到感受到那个状态的话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去探索和相处的 因为我感觉只有两个人足够熟悉然后相处足够舒服 他才会把自己真实的一面百分之百的展现出来 但是我很相信第一眼的直觉 what's one thing you see in me that you don't see in others 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我跟妮妮说过 在我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动词叫爱 如果我想告诉你我爱你 我翻译成我的语言的时候 我清楚地看见你 这个代表我爱你 所以这个问题是你在别人上面头上看不见 但是在我头上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的一种关心 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其实Tomo 相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肯定是成熟的 会不会因为之前可能某种程度上的没有办法能够延续下去 然后在下一段就会改变这种 我可以说我曾经想过放弃爱情 然后就直接把我全部时间放到工作上面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这么忙 对一个人特别的用心 到后来就得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那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为了一个人花那么多的心思或时间 我到30岁了 怎么说我会想我要该结婚了 我要该组织一个家庭了 我要我的小孩我要到下一段的这个阶段 Face可能40岁的时候 我还可以很年轻跟我的小朋友一起打篮球 教他弹吉他 教他微波冲浪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 让我重回正确的录像打开那扇门 但最关键是那个人能不能让我打开 我觉得现在可以 我喜欢听这个声音 就是像我的小时候 我的爸爸非常的繁忙 他参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少 他会在他忙完一段工作之后 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 但是他工作的时候不在我们身边 比如说我的家庭 我在很幸福的家庭长大 然后他们给我一些支持 给我支持的方式 我也想使用那些方式 我跟上次说 比如说 没有人教你怎么爱一个人 对吗 爱 我只要可以看到我父母 他们互相怎么爱 我觉得是 那个就是爱情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后来妈妈发现 那个爱情是 只有他们两个的爱情 我遇到的女生 不一定她和我的妈妈一样 我也不一定我和爸爸一样 所以 他们的公式 我在别人上面用不到 所以我我真的是去主动的写 我在还在教自己怎么可以好好的爱 和我不一样的一个人 你的父母的爱情可能小时候对你来说是向往的 对吧 对 我不是说我父母的爱情不好 只是我从小就觉得他们的方式对我来说不是我想要的 我的认知从小就没有一个向往的爱词 就我向往的爱情可能就是像童话故事里 那我又觉得这个世界都在告诉你童话是不存在的 可能我进了小屋之后 我觉得嗯 也有可能是存在的 原来大家 也有这么多人是会 有一些比较纯粹的 对爱情的向往 明白明白 我希望我明白 你觉不觉得刚才的话题有回答了你你的那个纸上的问题 好 哈哈 你 嗨 嗨 去哪儿啦 我洗衣服 洗衣服 好你继续评 贴纸看到了吗 看到了我快试完了 这样子怎么玩呢 就这个相纸盒啊 他怎么把相纸塞进去 就没了 就这样 我以为他会有很厉害的什么 好吧 另外一个小屋有人吗 应该没有 我想问一下他昨天跟你讲了什么 他那次就是觉得 他可以教我 然后我说话 怎么怎么 他说万一别人觉得你说话不好听什么的 然后我就很不开心 我很讨厌别人教我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啊 有一点点的稍微去 你俩聊啥了 解决了已经 那你还不能跟我聊啥 我好奇吗 我想知道 真的想知道 其实我都知道 但我也想听一下 这从里的版本里 有什么区别 其实他就简单的讲了一下 就是说他觉得 他觉得可能他说那个话也是无心的 可能觉得你在教育 可能就有点委屈 我知道 那你现在理解对吗 对啊 是这个意思吧 是啊 嗯 你俩是沟通了吧 讲啊 行 那你怎么讲的 语重心长 怎么怎么讲 语重心长 我懂 我听得懂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我都听得懂 惨啊 原来你听得懂 你会讲吗 要学习了 要学习了 跟我差不多也是 肯定没有你说的好了 我都是瞎讲 但我刚才半天都在准备一些事情 但我有些犹豫 不知道怎么办 之后的事啊 你就是有点害怕异力恋是不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是要不停地飞 你想天天跟他粘一块 我的理想就是 如果我忙完 我回家 可以见到面 可以见一个小时 也可以 三十分钟就可以 就其实一天就忙完回家 各自回到家里 能见到那个人 就很开心了 是不是 对啊 是 他也有他的时间表 我也有我的时间表 我希望是一个星期 也可以进一次 反正我不太能接受 异地恋的距离 你到哪个程度可以接受 多远算 算异地 除了广州就算异地了 那一个盼云 一个白云 真的 真的 就是我以为以前可能出在时间 这个距离太远啊什么的 导致我现在就算 开车开一个小时 我都觉得好远 你这样好像个女老板 我拼了个 OK 就不管说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就先把你自己现在想错的事给出了 那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在拼了杠我想 你要拼了杠 哎呀 你问不到他的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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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